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播音機 讓你講關注理財的契機 我是Linda 觀眾朋友們 我們是一個專門跟你分享 財經知識的頻道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內容 記得在臉書還有YouTube上 按讚分享以及訂閱 好的觀眾朋友們 上個星期我們跟你聊的 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導致全球股市重挫 不過藉由觀察基本面的一些指標 其實你就可以來判斷說 股價到底落底了沒 但是現在一定有更多朋友們關注的是說 有沒有什麼幾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判別股票可以進場了嗎 好的 首先我們來歡迎我們的股市老師傅 江慶財師傅 星光好 星光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師傅啊 我們記得在這個三月中的時候呢 台股呢一度跌破了8600點大關 沒錯 沒錯 所以現在很多觀眾朋友們都會問一個問題 究竟是什麼時候股票可以進場了呀 好的 那麼什麼時候股票進場 其實來講呢 這一次的這個疫情來講前所危險 很恐怖 你看看喔 這個美國來講呢 那個得到的染疫人數來講 一路一路的一個增加 真的 那你看看來講 他的這個死亡的一個人數 逼近世界大戰了 世界大戰喔 對 世界大戰的那個死亡人數 那你看看英國啊 強生怎麼樣 首相嘛 首相進入家戶變化 所以整個歐洲的一個市場 全部大家封國的封國 大家封城的封城 封市的封市 對不對 對 年齡也要出去玩 你心裡沒有覺得怕怕的 對 這個疫情啊 真的就是從我們人類 可能有史以來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 對 那最嚴重的疫情就是什麼 最嚴重的疫情就是產生來講 一個最大的危機 最大的危機 對 但是來講呢 秋吉有講過一句話 不要錯失過每一場的危機啊 這個危機所衍生出來的這個行情啊 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說大家就在等說 如果大家要進去買 趕快要進場去買嘛 但是什麼時候可以進去買 為什麼我講這個行情很大 對 所以這什麼時候可以進場去買的 這是有學問的對不對 對 當然就是有學問 投資朋友一定要好好 用心準備看下去 是 好 那股票可以進場了嗎 我們請師傅帶我們來了解 好 師傅啊我們首先來看到 這個各國強力政策就經濟 現在世界各國呢 是怎麼樣來挽救這個經濟的頹勢 還有您剛剛說的 現在這個疫情危機這麼大 對 行情也會越高 這是什麼意思啊 沒錯 好 那我們是來講嘛 你看這一個行情巴菲特沒有見過嘛 對 全世界上沒有人有見過嘛 對 全世界上沒有人有見過嘛 所以這個行情就非常大 那因為在行情非常大的時候 全世界 因為目前的這一些國家來講 就是什麼 強力的一個救經濟 對 我們看來講 像美國來講FD連續降馬兩次 在兩個禮拜降兩次 一次降兩馬 一次降四馬 總共是降了六馬 好誇張喔 而且這一個降息來講是怎麼樣 不是他例行開會之後降息喔 臨時降息的歷史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那降息之後變成零到零點二五嘛 就是說美國是零利率的 然後FD緊急速吃 七千億美元的一個紓困 然後呢 無限量的量化寬鬆 QE嘛 QE就是說你要多少錢 我給你多少錢嘛 然後你看川普來講呢 又釋出兩億的一個 兩兆美元的 兩兆美元的 大概六十兆台幣喔 六十兆台幣的就是方案 你說這個錢多不多 天文數字 天文數字嘛 然後不是只有這兩兆而已 準備再數吃兩兆的這個 這個所謂經濟的一個 一個這個基礎建設的一個方案 又兩兆 又兩兆 就是在美國 你看台灣來講也有降息了嘛 是 台灣目前降息來講也是怎麼樣 也是降到歷史最低的一個水準 歷史最低 而且來講呢 我們也是怎麼樣 我們政府也是什麼 造元舊經濟嘛 對不對 真的 那不是只有台灣 你看看來講 你看看韓國降息有沒有 是 你看看這邊來講 韓國 紐西蘭 加拿大 然後歐元區 歐元區雖然是維持零利 零嘛 對 但是來講它是怎麼樣 它是無限量的量化寬鬆 它也是無限量的量化寬鬆 對 然後日本政府來講 它沒有降低 你看它要釋出14億 那個印度13億 澳洲也是十幾億 全世界 全世界 這個錢全部都湧到這個市場來 是 所以我跟這個講求說 這個市場來講怎麼樣 未來啊 錢湧這麼多出來你就知道 因為危機很大 所以大家救私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未來的一個行情會很大 所以是這個意思 沒錯沒錯 對 那師傅啊好 那現在世界呢 都強烈的在救經濟 對 但是唯一一個不確定的因素呢 基本上就是這個疫情的拐點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來啊 那師傅你是不是對拐點有一定的推論 要不然怎麼說 現在可以進場買股票了 好的 那麼很多人講拐點 拐點當然就是鬥 就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說 等到都沒有人染病嘛 對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 那個要可能時間要拖很久 所以在這個疫情的一個拐點來講 就是說在股市來看就是什麼 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最壞的時間 就是說越來沒有那麼壞 所以說它 這個拐點是會出現在就是說 我們最壞比如說本來染病是1萬人 對 現在變成9000人 喔 減少了 就是已經減少了 這個叫做拐點 是 你不要等到那邊傻傻的 等到說欸我全部到這個疫情 疫苗也出來 治療藥也出來 檢測也出來 所有東西都天下太平了 對那你不要等多久 所以疫情的拐點 投資朋友聽一下 疫情的拐點就是 最壞的時間已經過了 是 那股票市場往往是領先 在疫情的拐點之前 反映出來的 所以說咧 對 股市大家都在領先反映 所以疫情的拐點跟股票的拐點 會是不一樣 所以說現在來講 你看看已經大部分 全世界國家封國的封國 封城的封城 對不對 禁足的禁足 然後大家已經都 極力在防疫 所以說怎麼樣 因為歐美這一次會產生 這麼大的一個影響是什麼 要以清新 還不要緊 那已經大家全力在防堵了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拐點到了 已經到了 所以大家可以進行來買股票了 原來是這樣子 沒錯 是好那師傅 我們再看到下一張台股月薪圖 這張圖我們要怎麼看 好的 那我們講拐點已經過了 我們也不能說隨便講一講 我們拿這一次的一個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來講 是發生在這個民國97年 98年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 你看看大盤的一個 我們台股的只是從這一個9000多跌跌跌跌跌 跌到多少 跌到3955 真的是腰斬在 對 腰斬在腰斬 看到3955大家想說 哇 那個時候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大家人心惶惶 每個人都覺得世界末日到了 沒有未來 沒有什麼 對對對 所以就跌到這裡 所以說跌到這邊的時候 那個時候人心也是很恐怖 很害怕嘛 對不對 那現在我們的指數多少 9000多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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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會不會再跌到像3000多跌這樣 對 你會覺得說 那個時候3000多跌 希望不要 現在為什麼才8000多跌 我們就講說可以進場了 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 就好像我們20年前 我們去吃一碗這個滷肉飯 可能是10塊 現在可能是20塊 是 就是說整個這個位階的觀念也不一樣 第二個來講 你看看那個時候是跌到哪裡 我們來看 欸 跌到KD修整到全部 對 大跌 那你看看我們這一次來講 外資來講呢 在今年總共賣超了台股5300多億 5000多億 對 5000多億 然後大家錢都弄出來 所以說這個相對的這個 這個是說我們整體的一個金融面 第二個來講呢 就是說除了這一個部分之外來講 你看看我們的疫情 我跟你講說那個拐點已經到了 對 拐點 那個才是重點 就是說這兩個把它加起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欸 我們現在來講呢 可以進場開始就買股票 可以進場開始買股票 對 對 好 觀眾朋友們要記住喔 師傅已經叮嚀了 好的 師傅那這一張呢 財股日線圖又要怎麼看 對 這個是我們去做一個比較 就是說你給他看 就是說我們在股票市場來講 賣到散布手上都沒有股票的 就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是疫情拐點 這個是什麼 第一個來講 融資餘額已經賣到剩下900億了 剩900億 就是散布來講 一個歷史上的一個低點 所以融資賣在歷史上的一個低點的時候 也是一個就是說 底部浮現的一個訊號 所以投資朋友要買股票來講 就是說這一方面來講 都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所以我們從台股的一個日線 我們從各方面的一個數據來講 引經地點給投資朋友去做參考 就說這裡真的可以進場買股票 所以你會比較放心 不是聽我在那邊跟你講說 可以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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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們舉了很多的例子 給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可以拿這個當做一個 以後來講不是只有這一次 以後來講有出現 類似的情況這個判斷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而且台股來講怎麼樣 跌破10年限了 是啊 10年限大概是在9100年左右 是大新聞 對對對 那台股來講跌破10年限來講 你看看我們國安基金也進場了 對 那這一個部分來講 都醞釀以後一個 在這邊來講 國安基金進場 大家心裡面就比較放心了 所以說賣壓就會相對減輕很多 所以你要在國安基金進場 進去大買之前 趕快進場去買股票 哇師傅又叮嚀了 好觀眾朋友們要筆記這樣子 對 好那師傅那你既然說 現在照你這樣講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一個 進場 股票進場的好時機 對 那師傅有沒有幾個 簡單的判斷原則 交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怎麼挑出這個 適合進場的個股呢 對好的 那當然來講 要買股票來講呢 我們最重要最重要來講 不是說我認為他可以買 也許你有研究 對 那很多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 他並沒有研究 而且公司講的基本面 怎麼樣怎麼樣來講 太難 對這個經過這個疫情來講很難 所以我們用最簡單的 我們看三個指標就好 三個指標就好 對喔這個指標來講 投資朋友來講 就是可以進場去多一個 第一個指標叫做什麼 就是說 籌碼安定 師傅什麼是籌碼安定 籌碼安定 什麼叫籌碼安定 就是我寫的第一個叫做什麼 融資大減 融資大減 如果是在這個散戶的手上 他就想賣 我每天好恐懼好恐懼對不對 看到股票就會賣 對 那你股票 你融資來講 第一個來講 第一個它是比較不安定的一個籌碼 對不安定 不安定 因為你錢是借來的 我每天要付利息 那股票這邊就一直帶點 你都每天在那邊恐懼 所以你就會補腳 那所以說來講 融資大減 融資大減就代表說 這個籌碼來講 已經流到這個有心的一個人士 那融資大減我們怎麼來看 它的減幅來講 就是我們拿它跟高檔去做一個比較 減幅20%以上 20%以上 就是說本來融資如果說 有100張減20%來講 至少要減多少 就減幅減到20% 兩成以上 對對對 那個都是融資大減 這個是第一個 充滿安定 第二個來講跌很深 師傅跌很深是你指說這個 台股跌破10年限嗎 這個意思 也不是說跌破10年限 我們跌很深來講 不能很恐怖說 我的股票跌好多 跌好多來講 我們用一個比較實際上的一個數字來講 我們叫做乖離率 乖離率 乖離率來講 我們就是連線的這個負乖離率 也就是說 它已經跌破連線在20%以上 又是20% 對對對 20%來講 因為你跌破連線這個 以目前的一個台股來講 就跌比較多了 然後它又跌破20%以上 就代表說它真的是跌滿多的 跌滿多的 不是用我們恐懼感覺說 它跌很多 它跌很多 我們拿它跟這個金線的這個 連線的負乖離率在20% 這個叫做怎麼叫跌很多 這叫跌很多 籌碼安定 跌很多 第三個來講 沒有流動性風險 成交量 對 成交量來講 第一個來講 如果說你現在 因為大家都在恐懼了 如果說有一個人 它可能是叫5張10張要賣 對 如果你沒有成交量 成交就跌很多 是 那第二個來講 如果說我買了之後 我要賣 我需要錢要賣也賣不出去 是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把它設定 月的均量 成交的均量在5000張以上 5000張 對 這個是第一個來講 是什麼 這個所謂流動性風險 是 第二個來講 我們剔除那個10塊錢以下的股票 10塊錢以下 10塊錢以下 那就是說 可能經營的比較不好 或者沒有人照顧 那我們把它剔除 那從這裡面來講 第一個叫做什麼 籌碼安定 跌身 沒有融資的 沒有這個流動風險空險 用這個去選出來的股票來講 八九不離十了 哇 八九不離十了 對 師傅非常有信心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哇師傅 這一張自卡密密麻麻的 我們要怎麼看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剛剛的條件 去把它篩選出來 有沒有 就是說 我們這個來講 是提供給投資朋友參考 把它就是說 它的融資 最近減減減很多的 把它排行選出來 然後連線的一個乖離率 我們也把它選出來 乖離率有多少 兩成以上 對 然後在月均量 我們把它秀出來 就從這裡面來講 我們用剛剛那個條件 去挑選出來 就挑選出來 這一些股票 那這一些股票來講 第一個來講 我覺得投資朋友在這邊來講 都可以去做一個參考 是 因為來講它都符合 我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 這個就是充滿安定 第二個跌身 第三個來講 沒有流動性風險 對 那師傅 那基本上這些數字 隨著每天開始 其實都會改變 對不對 沒錯沒錯 那所以觀眾朋友們 如果看了之後 還有後續的問題 記得掃一下 我們老師傅的QR Code 加入LIOT 師傅一定會私訊 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這個股票 每天股價都會在變化 所以都會有改變 那這個東西來講 投資朋友來講 就是說 你如果有進一步的問題 去篩選出來 可能會有新的股票加進來 也不一定 那如果說你不曉得怎麼應用 這一章來講 也可以喔 留言來講 跟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問必答 是 好那師傅啊 可是說實在 這張字卡真的還是資訊太多了 可不可以去幾個例子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好的 那我們就幾檔例子 給投資朋友做參考 第一個來講 就是2633的高鐵 可是師傅 現在疫情很嚴重 根本都沒有人坐高鐵 你為什麼要舉高鐵 對啊 現在高鐵第一個 你去那個商務艙看看 有沒有人要坐 對不對 而且現在來講高鐵也很嚴峻 就是說你 你有花燒也不給你坐嘛 但是高鐵來講 疫情一過了 大家要不要坐 要啊還是要啊 要回不去了嘛 像我每次如果要回家 我要開車回去 我兒子說 我不跟你回去 要坐高鐵 很辛苦嘛 這塞五六個小時 對 那坐高鐵輕鬆嘛 所以說高鐵來講 就是說他來講 他的業績來講 只要疫情一合完 他的業績馬上上來 是 第二個來講為什麼選高鐵 就是說因為這一次 台灣也降利息嘛 嗯 而且來講我們的公銀行戶 就馬上 其他的 針對他的換款戶 至少要叫兩碼 是 兩碼就0.5%以上 所以利息變很少 對那高鐵我們以前 跟大家講過 第一個他已經有賺錢了 第二個來講 因為借高鐵已經花了很多錢 是啊 所以跟銀行借了很多錢 那現在利息降低了 是不是他整個 營運的跡效馬上會上來 會 所以說經過這一次來講 高鐵他的獲利率會大幅度提升 而且來講高鐵現在已經是穩定了嘛 所以說來講 之前我們講的這個 所謂存股 對 我們也推薦過高鐵 那經過這一次的一個降利息來講 我覺得高鐵的這個價值更會突現 而且也跌很多了嘛 也跌很多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你要去存股各方面 我覺得高鐵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標的 好高鐵不錯 好師傅那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4958的真頂 對 師傅真頂是蘋果概念股 可是今年不是疫情的關係 聽說iPhone手機也會賣不好嗎 那為什麼要舉這一檔呢 對那iPhone手機 當然大家現在都在家當然會賣得不好嘛 對啊 而且來講也很多關店了 但是這個地眼的需求會出來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不用手機啊 但是你手機要換的中就還是要換嘛 還是會換 還是會換 兩三年換一支吧 對 兩三年一定要換一次嘛 是 那而且蘋果來講說 今年它的一個手機 可能會稍稍遞遠 但是遞遠的時間不會太長 因為它的加工 最大的加工工廠 鴻海來講 已經全面的復工了 已經全面復工了 對 搞不好利用這個時候 推出新機來講 觸機的這個需求更大 是 而且重要來講 這一檔是一個獲利很好 然後呢 又跌深籌碼又安定 所以我覺得來講 有瓶蓋股的 可以參考它的一個操作方式 可以參考這樣子 對 好 那師傅 我們看最後一檔 3324的雙紅 對 師傅雙紅是5G概念股 5G概念股 對 可是師傅 那一樣啊 疫情的關係可能會導致 5G建設延宕啊 為什麼還是要選雙紅 其實剛好相反 蛤 為什麼 很多人利用這個時候啊 就大力在建設5G 大力在建設5G啊 我利用這個時候超前例嘛 比如說你在美國 你在封城我 中國大陸就趕快去做 對不對 那第二個來講 美國這一次 除了兩兆的這個 給家庭的這個支出之外 他還要提兩兆的這個 基礎建設的救濟方案 那基礎建設 你現在做什麼來講 最沒有餘慮 就是做5G嘛 因為5G你早用晚用來講 都一定要用嘛 所以5G來講 其實我們目前看出來來講 全世界各國反而利用這個 疫情的時候 加緊在建設 是 那雙紅是做5G的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什麼 散熱 對 因為5G來講 又速度很快嘛 所以說散熱來講 也是什麼 用了會很多 是 所以說這一個題材來講 是永遠不會消除的 永遠不會消除的 利用它跌升的時候 投資朋友來講 就把握著這個 第一個 跌升嘛 第一個投馬安定 第三個沒有流動負擬性風險 買這些股票未來也會是大贏家 哇 師傅 你今天真的是很厲害耶 精闢的分析這幾檔股票 好 謝謝師傅 謝謝 好 觀眾朋友們 今天我們師傅跟我們聊的是說 透過三個簡單的原則 可以判定這個股票 到底可以進場了沒有 那麼基本上呢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持股是套牢的 或者是說你有資金想要買股票 但是看完我們這集的節目內容 你還是不知道要怎麼挑股票的話 沒有關係 記得掃一下我們老師傅的QR Code 加入LIOT 師傅的QR Code 是小鼠 GOOD101 掃了之後有問題 師傅一定會私訊回答你嘛 沒錯 一定的 好 那最後呢 如果對於我們師傅 還想收集我們師傅盤中的一些訊息的話 也可以掃一下我們師傅的Telegram 師傅的Telegram 是T.ME-GOOD5558 那最後呢 喜歡我們節目內容的朋友呢 也歡迎在臉書上按讚分享 以及訂閱 那也別忘了在YouTube頻道上開啟小鈴鐺 並且搜尋我們G-Money頻道 就會露看我們的影片了 好 再次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